跟燦點一樣是平常比較帥的 嗯 差不一定 我們只是被綜藝耽誤的帥哥跟美女 真的嗎? 講雖然土 被綜藝耽誤的帥哥跟美女 就是我們 但妳現在也是比較容易把心理想說的話 直接發表出來 所以過去比較會壓抑 對 我覺得是看事情 過去也比較 也不是不壓抑 因為過去就是我也就是拱大拱大的 就什麼都做 然後什麼都覺得很有趣 很新鮮 妳很癢啊 對 很癢啊 對 那我現在也是 我也是覺得什麼心理都很開心 也可以這樣哈哈哈哈過一天 可能隨著自己慢慢的長大吧 你就會看的事情也比較多 然後我覺得有些事情該出來講 還是要出來講 這也是 為什麼以前我比較不會 嗯 發表一些意見 因為我覺得我還 沒有想清楚我會不敢亂講話 覺得自己今年就是有錄兩個 一個是跟憲哥和一個是跟腳步 妳覺得兩者上讓妳就是 感覺感受度不一樣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是我覺得這兩個講不管是哪一個節目的對我來說都是非常有深刻的意義的 一個是很像我們要邁入第10年的節目 欸 漢不然當做著做著就 就快十年了 很傻眼耶 欸 我小時候看吳宗憲的節目 現在跟吳宗憲主持 他是我同事 這是什麼東西 什麼概念啊 很奇妙的概念 欸 很奇妙 嘿嘿 見鬼啦 我後來想想這個拿獎不拿獎是外加的 是很額外的東西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可以做更多其他的事情 並且我確定我是開心的 雖然說壓力很大啊 但我其實蠻享受的 嗯 有一種 欸 欸 欸 M型人的 欸 打我吧 打我 這樣 不想要憑你組紅毯千三美 千五美之類 這是一定要的 跟燦點一樣是紅毯必須的 嗯 差不一定 沒有 我們兩個有說好說 因為我們在大日文就是常常是那種實樣子 一下扮兒康 一下扮紫薇 然後弄得有的沒的 花穿 所以我們有講好我們那天 一定要極帥跟極美 這個是保證的 我們只是被綜藝耽誤的帥哥跟美女 有嗎 講出來很堵 被綜藝耽誤的帥哥跟美女 就是我們 就想說如果得獎之後 想要買什麼考量的東西 沒有欸 我如果想說如果得獎之後 我要趕快回家睡覺 因為隔天一大早要坐第一班高鐵 然後再去彰化 就要演舞台劇啊 很累 我就真的是很累 我說是不是很累 我是不是很想睡覺 對 然後我就很怕到時候 欸 還先講說很怕慶功 要去很多地方很累 那如果前一天也去農業 大概都要到三四個 對啊 欸 站在那邊 發什麼脾氣啊 發什麼脾氣 妳是什麼 希望執掌還是希望可以睡到八小時 那最近可以啦 我跟你講 早點睡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我沒辦法 你知道我們在那邊 還有一點一直在 還有人回到家 妳還是會先這樣 對啊 先放空間都轉一下 然後才去洗澡 滑手心 一滑 兩小時的 對 兩小時的 或者是 欸 就是我就會在沙發上睡著了 然後醒來想說 媽 這是哪裡 這誰家 喔 我家 所以我很常在我家的不同地方醒來 然後因為你知道我剛搬新家 我醒來會嚇一跳 媽 這是哪裡 這是哪裡 我的朋友說 欸 還在罵我 我只要一分享那個 那個金鐘的新聞消息 你給我走上去看看 哈你 這個女孩子 一直坐捏 坐幾年 不累喔 屁股 這樣說 好啦好啦 呵呵 兄弟的朋友 這樣好不好 試著找看看啦 欸 在對你講話啊你 還是跟評審講 對啊 哇 你試著給我看看嘛 哇 你這個捏 一直不給捏 小氣 呵呵 算了 就這樣 看看今年啦